随着满载突击队员和重型装备的U20编队到达预定空域 先前空降引导组率先跃出机舱 以高空一伞渗透的方式精准着陆 迅速展开战场侦察 一伞具有运动速度快 隐蔽性强 渗透距离远等特点 但是一伞的操纵难度更大 风险更高 对我们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确认环境安全后 大型装备依次划出舱门 突击队员同步进行大规模伞降 从着陆到集结的过程是整场任务的关键 空降着陆初期 人员和装备比较分散 无论是收拢集结还是指挥协同都比较困难 我们必须及时建立通信网络 快速展开攻击部署 依照新鲜出炉的作战计划 各分队快打快攻目标被依次清除 官兵们随即向敌纵身发起进攻 在数十公里的机动图中 染毒地带防敌空袭全身防护等客户接连展开 不断锤炼官兵的敌后渗透能力 我们根据战场环境构设演练条件 按照作战需求设计考核内容 在真打实抗中 魔力官兵作战技能 锤炼部队全域空降作战能力